大家好,我是真实军 1950年2月,解放军第六世军政治部主任朱向黎受中央调遣前往成都 走到龙潭寺时,遇到土匪袭击 几百名土匪不由分说地向朱向黎和保护他的解放军战士进攻 由于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朱向黎被俘后受尽虐待 最后被割据五官,开膛破度,交零开水而亡 史称龙潭寺惨案 事件发生后,时任西南局首长的贺龙、邓小平极度震惊 便连夜给教员发出报告 而这份报告也不过是近年来 教员案前数千份各地匪患报告其中一份 不过教员在得知后还是愤怒不已 随后召开中原会议说道 连解放军十几干部都敢杀 那地区的群众干部 通战士该去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 并随后向西南军区下达指示 必须剿灭土匪 在我们所熟知的电影电视剧中 也有很多引寿当年匪患的情节 比如亮剑中和尚在送信途中被土匪所杀 多了脑袋 再比如智取卫虎山中解放军攻打土匪头子做山雕 这些现象并非是无中生有 而是新中国城里前后切切实实存在的 而且剿匪现实情况远比电视剧中的更加严峻惨烈 当时在各个省几乎都有数十万的土匪盘踞着 他们深藏在大山里 这一群那一错四处分散荼毒当地民众 而留守当地的解放军 因人数较少也无力与之对抗 致使匪患始终无法根除 残剧连连发生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土匪呢 时间回到1940年 新年老师的租金 蒋介石预感大事不妙 所以在撤离台湾之前滞留了一大批的特务 对他们进行了留守本土反共复国的洗脑培训 加上连年征战产生了许多流民 和过去他们在当地地主和军阀的压迫下落草为寇 据不完全统计 建国初期就有1400多个土匪 而这种可不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良生好汉 他们是一群不择手段没有法力底线的狂徒 在解放之前 湖南广西云南等西南之地是全国匪患最严重的地区 尤其以湘西最为突出 而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 对土匪采取怀柔招安政策 没想却助长了土匪嚣张其业 蒋介石垮台后 被网匪徒变成了老蒋留在大陆破坏和平的脚石棍 甚至老蒋亲自写信给湘西匪首陈子贤 坚持游击战争 并将湘西地区的大谷土匪武装 枕编成三个斩编军 十二个斩编师 其他省市蒋委员长也是毫不吝啬地 将一批匪首 围以司令 军长 师长等职务 他仍虽然跑到台湾 但是还要留下一群苍蝇来恶心你 虽说这是一只无意义的伪人状 但是这些草扣一辈子都是穷苦命 能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承认 心里也是荣耀无比 便纷纷附和 导致当时光湖南境内的匪特武装 就有十八万余人 百人以上的土匪就有七十多股 而且一个国民党特务 轻松就能调动几百人的土匪武装 土匪心狠手辣 当地民众和解放军战士一旦被俘 心则断之条金 重则性命不保 更夸张的是 国民党特务还会纠集大批量的土匪 明目张胆的攻打刚刚解放的现场 把剿匪说成是斗争 那是对其惨烈程度的润色 其实他和一场战争毫无差异 猖狂的时候 联合起来的土匪能达到一万之云 对于不服从的男丁 砍头势众 女性则百般离辱 而又因为土匪老巢 藏身于大山深处 所以解放军来金角的时候 也打起了教员的游击战术 你来我就跑 你走了我又接着出来祸害百姓 加上解放军初期对剿匪采取的是 争取大多数处决少数的政策 每次抓到这些人就是教育感化 希望感化这帮匪徒 但是狗怎么能改得了吃稀饭呢 也是因为这样的攻心政策 使得剿匪不但没有得到效果 而且使匪徒越来越多 到了1950年时 光广西云南地区的土匪 就已经有一百万之多 而此时朝鲜战争刚刚打下 全国上下正勒紧裤腰带支援前线 这时候后方的土匪还在不停捣乱 教员逐渐失去了耐心 便从全国上下抽掉了151万解放军 开始全面的清剿工作 放弃了之前的感化政策 一旦抓到没有二话直接枪笔 但对于主动缴械投降者 也会给予宽大处理既往不咎 虽说正规军打土匪如同砍瓜切菜 但此次缴械的困难程度也是明显的 第一因为匪徒人数众多 第二因为战场在大山上 火炮重武器用不上 再加上当地地形不熟悉 后勤补给线很长 人家不跟你证明硬刚 打不过就跑 换个山头再当土匪 这时间一长 人家就跟你打消耗战 于是为了尽快能够解决匪话 各地区的剿匪指战员 便直接公布一个期限 自某日起 凡是干土匪的 如果还冥王不灵 缴械投降 一律枪毙 但在此之前 能下山投降的 都会给予宽大处理 而人家当土匪的也不是职业 都是活不下去 才会落草为寇 加上自从土改颁布后 百姓们都分到了土地 不再遭受肚子饿受人欺 面对这样的剿匪高压 谁不想好好活着呢 于是在解放军上言下宽的政策下 民众开始劝解自己当土匪的亲人 放下屠刀 拿起出头 重新做人 到了1960年 大陆地区的匪患基本矫情 中华大地上重现了难得的平安景象 民众们上身无忧 也不庇护 直到现在 土匪这个从前令百姓发着的词 也只能在电视剧里看得到了 而现在之所以不太愿意提过去的剿匪斗争 原因很复杂 一来说是因为这场斗争有很多血性的过程 其残忍程度难以令人接受 二来剿匪过程中有复杂的地狱问题 民族宗教问题 容易被别有用心人利用 土匪一词在过去是恐怖残忍的存在 而现在却成为人们口中的贬义词 这背后正是教员那一代领导人和先辈们 为了给我们一个平安的环境 前哺后继清扫出来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郑士君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